趣味的迷因梗圖博取眼球目光 中佳寬平攜手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 与白思代关怀协会 举办2023元宇宙迷因梗圖媒体试读创作比赛 十位优胜者发挥创意 透过趣味梗圖推广媒体试读 这个记者会我们有发表 2023年的台湾青少儿的美感素养以上往趋势 同时我们也举行了我们第二届 跟中佳合作的这个元宇宙迷因梗圖的 媒体试读的增见比赛 那我们发现这次第二届 其实作品有蛮多都是用 深层式人工智慧所产生的 所以我们特别要请这些投稿者 能够出示她的这个原创 或者是使用这个AIGC的一些流程的证明 另外黄威威发布 台湾青少儿美感素养与上网趋势调查报告 发现青少儿最常使用的入口网站除了Google外 短影音社群平台已经占据大宗 但来源不明的短影音内容品质也不一 可能会影响儿少对自我文化的认知 与识别真假讯息的能力 过去可能是搜寻引擎或者是我们熟悉的一些境外的社群平台 这一次完全是整个跳起来的是短影音的这个平台 那这个短影音平台就是包含Instagram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抖音 那我们看到年轻学生喜欢看的这些娱乐资讯 然后也上的平台比较现代趋势 短影音是一个趋势 那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那你平常使用电脑上网的行李 他说自己上网 然后那什么时候你会不使用 是因为家长会觉得担心影响你的健康 或者是担心你的课验吗 结果其实有将近六成的学生说 是他自己不想要用 那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虽然的确这三年依赖网路 但是他们也在学习做自我管理 只是我们看到他使用的平台 在科技上面都是境外平台 然后他接触到的讯息就是短影音 那然后我们再看美感素养的这个调查 是我们发现年轻人 他们在对于台湾自己的本土文化艺术的资讯 的搜寻能力跟理解 其实是相当低落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关心境外平台是跨国的 那属于文创的这一块 或者是影音的部分 他也看的是不同地方的 却没有看到台湾自己 自己自制的一些比较有深度有质感 甚至能够反映我们自己一些文化产业 心血的一些作品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次 除了颁奖礼礼之外 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数位发展部 还有包含文化部跟教育部 在不只是推动一个所谓融合的 这个素养美感的媒体试读教育 其实在奖励 国内真的是自己在投入到文创产业 产业的这一块要继续的努力 没有经过系统性整理 或者是消化 或者是做一些处理的讯息 那就是这个所谓的杂讯 或者是假讯息 所以这些年轻学生在网络事件上 遇到的是很多的假讯息 没有害自己的判断能力不够 所以这个不是行政部分 就是怎么样让引导学生从小学开始 能够正确使用网络 能够有网络资讯判断的能力 但是我们要建立一些优质的这些 关于今天主题美感素养的相关的网站 或者相关的这些 让学生可以很容易取得 正确的美感的教育资讯 尤其你像问这些同学 你认识几位台湾本土画家 认识几位台湾本土的雕塑家 可能 这城乡差距也有 城乡差距也有 可能在都会区 可能同这些都会区的学生 可能会相对比较多的管道去的 那行政部门 包括文化部 包括教育部 都有必要在课纲里面 在政策方面 不管是你提供文化理经也好 或者是文化体验券也好 让学生除了在媒体 在那个网络的资讯里面 得到的一些讯息之外 你还有实体的这些展演 你可以去参与 同学们年轻人 刚刚毕业 我们的孩子 你的朋友 你的学生 刚毕业 还生嫩的时候 到电视台来 我有 我就是一个大量的练习场 我让大家来练习 当你到发光发热的时候 我有大量的时段 让你来表现 也许你累了 我公司要hold着你 为什么 因为我的老板是要做 雇主相对提拨 雇主相对提拨 意思就是我要负责你到退休为止 请问Google 脸书 TikTok 有吗 他的业主 从我们台湾拿400多亿 拿上百亿的收入 请问他有承担这个人力的 这样的成本 有承担一个生态系吗 然后那 再更何况 还充满了盗版 Google search上面充满 YouTube上面充满了盗版的内容 盗版 甚至于现在还针对机上河盗版的网站都还没有处理好 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最后提出善用AIGC的媒体识读 与产观学共勉之 现在有A字母牌 请翻牌 也就是赏识思维 智慧财产 intelligence property 数位品味 Good test 创意创新 creative innovation 中央宽屏致力推广媒体试读 出了前进社区 教民众如何分辨假讯息 也参与举办民音梗图创作比赛活动 希望透过多元方式唤醒社会大众关注媒体试读议题 这些讯息 AIGC 创意创新 AIGC 创意创新